第一台艾斯庫博 在這個地圖這個地方 然後沿路走下去 會看到一台跑車 叫做艾斯庫博 那麼坐上去呢 就可以得到他喔 嗯 接下來第二台他是救險車 地研汽車 然後在我這個地圖這邊的對面有兩個小倉庫 那他就停在中間 他的後車廂會發出綠綠的煙霧 有點像是那個Bottle Hazard那個 毒煙毒霧 大家除了會 冒煙之外他沒有什麼其他的 功能 第三台肌肉車啊 在這個地方 地圖的右上角 然後從這邊走過來 前面有監視器 看一下 然後往上 就看到他了 全球動力 然後 鎖定他 往前開 OK 然後再騎上去 喔 SORRY MAN 然後之後在那個 隨選叫車就可以 就可以把他叫出來囉 好 那麼第四台車也是在右上角這個地圖 來放大給你看這個地方 然後這條街的這個巷子裡面 那他是在這個圍籃圍裡面 然後想辦法進去 那首先我先操控這個堆高機 上坡很慢耶 然後把他停在這裡 OK 離開 然後爬上去 跳過去 然後先把這裡打開 然後門打開了 然後把門打開 接著呢 坐上去 然後把車開走 山丘之王就到手囉 那麼第五台隱藏車呢 在這個地方 舊金山的地圖 然後這個公園的這個角落 來放大看一下 從這個巷子往前走 在這個轉角就可以看到他囉 在這個轉角就可以看到他囉 飛利普旅行車 一樣在隨選叫車就可以叫出來囉 我們等一下再叫他出來 那麼 第六台車子啊 在這個左下角地圖 放大看一下 這邊有個紅色區域的框框 在這個房子裡面喔 我們首先要跑進去 然後爬過這個欄桿 那這裡面呢會有兩個人需要先把他打倒 一個就是保全 要爆一爆 好這個要打開 接著 跑到門口 先把這個門打開 然後就可以騎上這台 可愛的粉紅色 彩虹導彈 把他擠回家囉 唉呦 那麼第七台車 也就是最後一台車 在這個地圖 最下方 然後這裡 靠近奴哥的這個地方 然後 然後 他在這個建築物 建築物旁邊有一個孔 要叫車車進去 開門 他一路通到底了之後啊 繼續下來 然後把這個門打開 然後把這個車子往前開一點 然後因為他 他那個鎖在這個門的後面 要請這個車子去把他撞開 來試試看 然後再往前開 然後接著把門打開 把車子往前開 當結束完車子啊 離開這邊之後 從這個停車場跑進去 打開車庫門 打開車庫門 會到這邊 然後他那台車在這裡 危險地帶 這也是我最喜歡的這台車 你看他的塗裝 到時候 去吧 到時候 到時候